要小心啊 这样戒烟很轻松 唯一的缺陷是太有效 上一集讲了戒烟的欲 要先看清楚抽烟的过患 先要断除抽烟的欲 你找不到任何理由抽烟 抽烟有百害而无一例 如果戒烟 你会有什么利益呢 戒烟之后 你能有一个好身体 很多戒烟者的咳嗽 和支气管炎 在戒烟后就不再发作了 他们精力充沛 已经可以去跑步打球游泳 这在抽烟时 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你想想 三周后你已经完全戒烟了 到那时深吸一口气 呼吸清爽 精力充沛 身心愉悦 不香吗 不少人都问 快说怎么戒烟吧 其实这不着急 如果不戒烟 以后很容易就蔫了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所以 是戒烟 还是蔫了 你选一个 抽烟会影响勃起 影响精子质量 影响你的精力 因为抽烟会导致血管收缩 血流量减少 戒烟之后 血管会慢慢恢复 各方面机能都会提升 这可比印度神油好用多了 从此 你不再需要寻找吸烟区 不再会被人鄙视 不再需要向非吸烟者道歉 每天出门前 你很有安全感 不要再检查 是不是忘记带烟带火了 这是戒烟的欲 我们又讲了戒烟的能 正确的戒烟 不需要你忍耐 不需要有多强的意志力 很轻松 正确的戒烟方法 不痛苦 为什么戒烟不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呢 比如 你的目标是跑五公里 在跑完五公里之后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放松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你有意志力 但如果是戒烟 你认为什么时候是终点呢 多长时间烟瘾会自然消失呢 戒烟时 没有哪位神灵会显灵 Bling Bling的 恭喜你 你戒烟成功了 如果你期望出现这个 戒烟成功率会很低 是的 的确有阉明靠意志力戒烟成功 但成功率很低 在坚持几个月半年后 大部分人会复习 而这里介绍的方法 戒烟成功率为90% 是由艾伦卡尔发明的 40年来 这套方法已经帮助 2000多万人戒烟成功 视频参考了他的著作 这本书能让你戒烟 这套方法的特点 是提倡不靠意志力戒烟 包括你在看视频 学习的过程中 还可以继续随心所欲抽烟 不需要克制 只有在你确认 抽烟的确没有任何好处 是真的有百害而为力 而戒烟的好处 无穷无尽 你破除了所有的怀疑和恐惧 在下定决心之前 你先不着急戒烟 这套方法的重点在于 不仅仅是希望自己能戒烟 而是下定决心 是明白 在你熄灭最后一支烟的那一瞬间 你的戒烟已经成功了 但在这之前 我们还要继续处理一些 能善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 戒烟最大的障碍 是尼古丁戒断反应 人们通常认为 尼古丁戒断反应 会让人易怒 紧张 空虚 烦躁 这是误解 真正的最大障碍 并不是尼古丁戒断反应 而是心影 尼古丁戒断反应 并不会产生生理上的伤害 和戒断毒品相比 戒断反应很弱 唯一的症状是 心理上的空虚感 有点难受 心里有点哑 你会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 手上得找点事做 如果这样的感觉 长期持续 你就会易怒 紧张 空虚 烦躁 实际上 这些症状只有一小部分 是尼古丁戒断引起的 而且也经营在戒烟的前三周 只要两三个小时 即使是多年抽烟者 身体内的尼古丁 都能代谢掉一半 只要戒烟两三天 尼古丁基本就代谢干净了 比如 有些人在周六周日不上班时 或者感冒了 可以一两天不抽烟 如果忙起来 或者看电影 坐地铁 他们可以五六个小时不抽烟 睡觉时 可以七八个小时不抽烟 很多人都能做到 说明 人们对尼古丁的依赖很弱 只是还有心理依赖 真正让人复兮的 并不是尼古丁依赖 而是心理依赖 是心理是犹豫怀疑和纠结 你认为戒烟会让你失去什么 烟瘾究竟还会持续多久 我该怎么缓解压力 于是对相应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对戒烟越来越犹豫和怀疑 你感受到了压力 有了压力 你就想来一根 这时候 冠冕谈谈的理由就来了 你不抽我不抽 寒母坏了谁来修 放后一支烟 塞过博神仙 这次戒严的时机不对 过几天再说 我无法正常工作了 等等等等 抽上一口 只要七秒钟 尼古丁就能到达大脑 各种神经地质分泌 空虚感消失 接着又感觉空虚 再来一根 叮咚 轮回继续 其实只要三周 如果严格按照这套方法来 甚至用不了五天 尼古丁戒断反应就会消失 但有些人也成功坚持了三周 甚至几年 突然有一天 他们会想 我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戒了 点上 抽了一口 叮咚 轮回继续 马克图文说 戒烟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我最少戒过几千次了 只抽一支烟 只抽一口 导致了很多人服袭 或许你又会责怪自己 我意志力怎么这么薄弱 不是你的意志力薄弱 是方法错了 第一种错误的方法 是减量戒烟法 这种方法认为 我只要一步步减少抽烟量 最终肯定能戒掉的 这大错特错 为什么呢 比如你想依靠意志力 每天只抽两支烟 结果呢 你会无时不刻地想到下一支烟 阶段反应就会一直持续 会让你感觉生活质量在下降 一旦你得到一支烟 你会很享受 嗯 舒服呀 之后阶段反应就越严重 毒瘾也就越重 这样会让你很矛盾 你想戒烟 但同时你对尼古丁会越来越饥渴 这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 同时成功率很低 第二种错误的方法 是还没有准备好 强行戒烟 如果你对戒烟提不起性质 欲语广欢 那你在心态上还没准备好 如果强行戒烟 大概率不会成功 你需要重新复习前面的内容 确认抽烟的过幻和戒烟的利益 如果你是害怕失败 那你别担心 两千多万人 采用这个方法 已经戒烟成功了 很轻松 并不痛苦 他们可以 你当然也可以的 也有人会因为工作性质 认为自己戒烟 比别人困难 像一些医生 司机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压力大 需要长时间戒断香烟 到休息的时候 他们就喜欢点上一只 他们认为 如果戒烟了 就不能像以前那样 享受休息时间 不能像以前那样放松 不能像以前那样缓解压力 这都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抽烟的过幻 即使你戒烟了 也完全可以享受休息时间 如果你仍然觉得提不起精神 那就重新把视频看一遍 第三种错误的方法 是尼古丁替代疗法 用含有尼古丁的贴片 口香糖 还有现在流行的电子烟 来帮助戒烟 采用尼古丁替代疗法 戒烟成功率并不高 为什么呢 尼古丁阶段反应非常轻微 真正严重的是心影 戒烟最重要的 并不是克服尼古丁阶段反应 而是去除心影 替代疗法 为了戒烟反应时间更长 对意志的要求法更高 复吸率也更高 所以这些方法 整体的戒烟成功率只有30% 有些人可能没有戒掉烟影 又染上了尼古丁口香糖的影 另外 你也不需要用零食 来缓解尼古丁戒烟反应 零食只能缓解饥饿感 并不能真正缓解尼古丁阶段反应 不要在非用长时间 到处寻找零食 否则你会变得肥胖不堪 而且阶段反应会更差 正确的戒烟并不难 把重点放在断除心影 这才是大boss 在这之后 再断除尼古丁阶段反应 那就是毛毛雨啦 对自己好一点 一次性把烟戒掉 因为 第一 没人强迫你抽烟 第二 戒烟不会有任何生理性伤害 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而且能得到太多的好处 第三 已经两千多万人 采用这个方法戒烟成功了 你当然也可以的 所以 这有什么难的呢 你只要破除 对戒烟的怀疑和恐惧 记住 绝对不存在下一支烟 你也没有任何借口 抽下一支烟 戒烟已经成功了 你可以立即享受戒烟后的生活了 这是戒烟的能 第三个 戒烟的念 时常能意念 时常提醒自己戒烟真好 戒烟才是正确的 这和抽烟的念是相对的 差别是 一种是提醒你抽烟 加强你抽烟的欲望 一种是提醒你戒烟 加强戒烟的决心 第一种念 是因为别人抽烟而引发的念 很多人之所以会复习 就是因为身边有人在抽烟 他们看到之后 会很羡慕 真好呀 想抽就抽 好自由呀 但你错了 你根本不需要羡慕他们 而是他们应该羡慕你 吸烟有害健康 现在已经是常识 他们之所以还在抽 不是因为享受 而是因为犯了毒瘾 他们的自欺欺人 他们才是真正可怜的人 满口黄牙 满嘴臭气 被人嫌弃 被烟瘾奴役 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你有他们所没有的 健康经历 金钱 自信 平静 勇气 自由 自尊 有什么好羡慕他们的呢 你绝对不会羡慕吸毒的人 但因吸烟 每年要死八百万人 这比因吸毒致死的人 多了多 抽烟 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你也不用刻意回避抽烟者 单看好别人抽烟时 在心里祝福 愿你也能像我一样 结烟成功 当有人把烟递过来的时候 坚决地说 不 谢谢 我不抽烟 如果在一些场合 会让你倍感压力 那就尽量远离这些压力源 第二种念 是戒断期的念 戒断期刚开始时 因为过去的吸烟触发机制 你可能会习惯性地想 我该来自烟了 比如吃饭之后 如果你前面的欲和能 已经做到位了 对戒烟已经没有怀疑和犹豫 那这个想法很快就会消散 但如果你有意志力在支撑 那你会认为 戒烟是一种牺牲 是折磨 戒断反应会持续更久 这时你要知道 饭后点上一支烟的人 并不是因为享受 而是因为毒瘾发作 他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 享受饭后的愉悦 现在真好 我已经戒烟了 已经不需要再这样做了 在最开始的三周里 你会时不时想起抽烟 你不用试图摆脱这样的念头 这就像 你想让自己睡觉 如果一直想着 我要睡觉 我要睡觉 我要赶紧睡觉 这样总会更加睡不着 你只要轻轻地 把装住点放在呼吸上 管它睡不着睡得着 反正我就守了呼吸 你反而更容易睡着 同样 当你想起抽烟 你只要把装住点 放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 就可以了 戒烟时 就像在打游戏 尼古丁就像一条毒虫 潜伏在你的身体里 会时不时诱惑你 再来一只 但你很清楚 这只是纸老虎 没人能逼你抽烟 而且抽烟没有任何好处 有百害而无一利 你要庆幸 你终于逃出毒虫的控制了 虫获自由是多么美好 摆脱烟瘾是多么快乐 只要你三周不抽烟 毒虫就会饿死 你会在不知不觉中 摆脱抽烟的习惯 虽然尼古丁阶段期 最多持续三周 但是并不是说 三周之后 你会突然发现 哇 一切都过去了 很可能是 三周过后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你的感觉 跟之前没什么变化 但你可以坚定地跟自己说 这不是很好吗 我再也不会抽烟了 但如果你认为 我只要熬过这三周 一切就好了 那你正在把戒烟 当成是一种受苦的行为 你会对吸烟更加渴望 这些都是心瘾的变种 只要断出了心瘾 你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抽烟了 第三种念 是情绪低落引发的念 生活总有顺境和逆境 当情绪低落的时候 尤其是在戒烟初期 有些人会把戒烟当顶锅侠 把一些不顺利都归罪于戒烟 跟朋友吵了一架 是因为戒烟 事情没干好 是因为戒烟 车坏了 都是因为戒烟 或者当情绪低落时 比如有亲友去世了 特别想来一支烟 你要清楚 现在的确很糟 但抽烟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现在至少你已经戒烟了 这不是真正的万幸吗 这时候不要相信 再来一口就好 只要吸了这一口 还有下一口 没有再多一支了 否则你会造出更多的再一支 即使还有香烟出现在你面前 你也知道 你会拒绝 不会再碰 这就是戒烟的念 所以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信心戒烟成功吗 你的心情是低落 还是兴奋呢 如果你还没准备好 心情还是低落 那继续回头看看前面的内容 记住 烟瘾并不是你的选择 而是尼古丁和洗脑的圈套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给最后一支烟倒个别 做个戒烟宣示吧 或许你会担心 这样的誓言 你曾经发过无数次了 但最终都失败了 或许你会担心 戒烟的过程会很痛苦 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推一万步 最坏的情况也只是戒烟失败 你还能失去什么呢 只要戒烟成功 你就能收获很多很多 这道方法非常容易 成功率非常高 只要你按这里的方法操作 你可以成功的 反而是如果你不戒烟 你会失去很多很多 现在下定决心 对自己郑重宣示 我从此摆脱香烟的奴役 最后这一支烟熄灭之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再点燃下一支烟 深深地吸一口 这肮脏污浊的毒气 问自己 我真的喜欢这个吗 熄灭这支烟的时候 告诉自己 太棒了 我终于自由了 把你的香烟 打火机和烟维缸 都处理掉 逼给自己留下后路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开始做一些运动 练习云响 在最初的几千里 毒瘾不会立刻消失 会反复在脑海里说 再来一口就好 你知道这是毒蟲的轨迹 你不会善荡 你会在内心欢呼 太棒了 我现在不再被毒瘾控制了 不用等待未来的成功 你现在已经成功了 不要质疑你的决定 你非常清楚 戒烟是正确的 欢迎加入 戒烟成功者的阵营 但同时 你还是要清楚 戒烟并不难 但再次揽上烟影 同样容易 所以记住 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再点栏下一只烟 你可以时常看看 这一系列的视频 进一步断除抽烟的欲能念 加强戒烟的欲能念 现在还有很多人 现在抽烟的迷雾中 如果你想帮助他们 可以点赞 转发关注 但不要想着刻意去改变谁 除非他真想戒烟 润物细无声 耐心等待 有时常常更有效 对香烟的认识 能力花了上百年 虽然香烟有害健康 已经是常识 但因香烟而致死的人数 现在每年仍然有八百万 有很多烟民 只是耍酷的青少年 这个视频 只是好如烟海的 数字世界中的一个 小小的浪花 但我相信 会有很多人因此受益 而你也可以贡献你的力量 把视频转发给更多人 没有人想要依赖香烟 把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真正的监狱 并没有铁栅了 那是每个散影者 真正待过的地方 如果你戒烟成功了 你会感受到 原来感受不到的幸福 你能发现 饭菜竟然是这么好吃 早上呼吸时 发现空气是这么新鲜 如果你戒烟成功了 也请你分享 你的心路历程 帮助更多人 坚定他们要走的路 恭喜你做到了 你不仅仅降低了未来患肺癌 动脉硬化 肺气肿 心脚痛 慢性哮喘 知己管烟 关心病的可人性 你也不仅仅拯救了你的钱包 不再呼出熏人的气味 不再有满口的黄牙 你真正撞出的是被尼古丁 所束缚的怪病 这怪病 那你远离了自信 安详 宁静 和自由 这就是心如工画师 能画助世间 无运息重生 无法而不造 好 今天先到这里 感恩老师 感恩祖云阿罗汉 感恩大家 花时间听法思维 愿大家能去除种种瘾 真正得到自由 欢迎大家关注公号 你好阿涵 只跟你说 不忽悠和时间的真面冥想 可以解忧 我有阿涵 欢迎点到转发观众充建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为您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